那么在修佛 真因当中 发心念佛 实为首要 第一重要 这部经 也是第一重要 实存 末法时期 修学能够成就的 只有这部经 其他的经论 法门 都要断烦恼 开智慧 正菩提 这是我们 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个法门 刚才讲 念佛念到功夫成品 我们可以做到 待业往生 我们的烦恼吸气 没断 我们念佛的功夫 能把它控制住 不让烦恼 发作 在哪里练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别人赞叹 我们会不会感到 欢喜 感到欢喜 就是烦恼起来了 赞叹 笑笑 若无其事 不敢成道 你就赞叹 过分 别人毁谤 会不会感觉到难过呢 没有 也不放在心上 换一句话说 生活当中 头一个是人事环境 决定不受它干扰 我们永远要维持 清净性 平等性 首先是清净性 不被染红 尽色 闻神 你把它放在心上 你的心就被染污了 就错了 善污 统统不放在心上 断卧修显 是做给别人看的 是利益众生的 自己断卧 不着断卧的下 心里面 没有断卧的这个念头 修善呢 心里头 没有修善的念头 真的断卧修善 是利益 不放在心上 是自利 不放在心上 没有受干扰 清净性 没受干扰 平等性 没受干扰 这个慢慢的 才能养成开悟啊 开悟不能着急 时候到了 自然开悟 就会有点养成开悟 就会有点养成开悟